首先還是要謝謝法院 他已經再次認證 並沒有偉大文書的事實 詹小姐因為自己的誤會 或者是錯誤基因 然後就亂提告 至少到以上欠我跟還言一個道歉吧 今天有做什麼準備嗎 今天冤枉嗎 菲尔樂團前主唱詹文廷 跟恩師陳靜寧思破臉 槓上法院 如今一審出爐 判詹文廷無罪可上訴 昔日師徒鬧分 雙方多次開庭 就連前團員阿慶 也以證人身分出庭 行程三人解體後 首度在法院合體對決 當年組團在歌壇串紅 留下不少經典作品 沒想到最後反目成仇 詹文廷告團長陳建寧 未造文書假簽名 後來不起訴 結果詹文廷從原告變被告 被檢方以誣告罪起訴 法院審理後認為合約數和協議書 文件長達十多頁 加上很多法律詞彙 導致簽名過程反覆 容易使記憶混淆重疊 加深詹文廷認為非本人簽署的認知 不能證明被告有誣告故意 一審無罪可再上訴 詹文廷則表示感謝一直以來身邊朋友和歌名對我的信任 關心和支持感謝司法公正還我清白 期盼回歸音樂裡的純粹 儘管司法公房站看似告一段落 但面對昔日恩師喊話道歉 詹文廷是否回應還未可知 三天新聞正常的宣傳雲臺北早報道